不做加工的天然木材 却能够创作出多变的工艺品 现代儿童大多接触电子产品的玩具 鲜少有天然材质的首创体验 农委会为推动有趣的原木DIY 以较小的树枝经过处理 就是有趣的组装玩具 这种小竞材的木质玩具 现在开始逐渐推广 也获得许多校园的采用 在六规的扇品山庄 这次也邀请林业事业所的博士们 举办山林玩意小竞材设计创意展 我们看看我们的小学生 以前的美劳作品 大部分都是塑胶的作品 那我们希望它能够清净自然 把大自然的东西 能够废弃物利用拿来使用 这是第一个过想 那第二个过想 我们希望提升玲珑的收入 那大家都知道 赵林那要到精彩利用 可能要经过好久 二三十年以上 甚至五十年的时间 那中间若是没有收入的话 那林丰就是 生活就是有点困 那我们希望提升它 把贵器物变成一个 好的一个 可以有利用价值的东西 另外 他森林他的赵林木 经过服役之后 他的价值会提升很多 一个好的价值跟同一个树种 有福利跟没福利的木材 木材价值至少差了十倍 其实装置艺术这个部分 我曾经看到 全国其他乡区的部分 有一个成功的案例 也就是说 它结合建筑学系的那些学生 跟在地的元素 把它结合在一块 然后用农村栽生这样的一个区块 来做连接 我觉得运作相当相当成功 那因为我们六规区这边呢 属于虽然说属于重灾区 不过在市府跟我们公所的 一些团队努力之下呢 现在慢慢已经可以看到 葛奇的未来了 在六规善品山庄的开幕会上 当天更邀请六规区 龙兴国小学生来表演开场 我来六规已经18年了 我从当初非常漂亮美丽的山水 一直看到一片的灰须 心里面的感触很多 因为我们这么漂亮的一个展出 也招来很多离开六规的这些游客 又重回来了 所以从每一次的展览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深的面孔 很多这个游客 对我们六规这个地方留下深刻的印象 虽然看不到山水 但是看到文化 看到六规的另外一个美 这次的小敬才设计创意展 有多重意义 从欣赏原木创意的质朴 到手作的乐趣 同时也能带动栽植树木的农民们 他们的经济来源 在教育的同时 更宣导环境保育的重要性 法界新闻吴庸曲 高雄采访报道